我们接着去完成一下 还有一个叫飞入飞出的效果 比较简单 来看一下 飞入飞出的话 这个红器是不是挂掉了 重新看一下 这的话打开一下 看一下 特别有一个飞入飞出的效果 对吧 一样和 排行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 对你们的实用性不够强的 那么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了吗 我们新闻完成一个数据的加载 找到一下 这个叫推荐 那叫recommend a fragment 正好数据这块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数据做好了之后 那我们就去分析一下 这样一个应用就可以了 对了吗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有个 笔记 有这个飞入飞出的一个分析 或者新看这个吧 实际开发也这样 对吧 有些时候让你去做一个UE效果 那你是不是还是要去分析一下它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乍一看 给人的感觉是在 说他 很乱了就感觉他是 乱饭的一样 对吧 但是他肯定不是乱饭了 乱饭的话他就可以 有一些沉叠效果了对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 就这样去紧张的分析一下 也就是以后 你们经常可能就要去分析一个UE效果 这个分析一个UE效果的一个能力 它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多很多同学他就老师会回来 问一个 说这个效果如何实现 这个效果如何实现 他其实就还没有真正的去把握到 如何去很好的分析 对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还是通过这个机会去断裂一下 如何去分析一些界面的效果 比如我们从静态方面去看 你给他的感觉就是在 随机 首先他有随机大小 字体有大有小 对吧 还有这个颜色也是 随机的 对吧 还有这个一下就看出来了 还有还有感觉这个布局是随意的 这布局是随意的布局 对吧 OK 那但是随意的基础之上 他有一些特点 第一个 控制和控制之间 他其实是没有 整体的吧 对吧 OK 还有一个 控制他永远没有超出 屏幕 对不对 好OK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对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 也是滑眼 上滑和下滑 是不是不一样 好 也就是他有一个展开的效果 一进一出是吧 一个出一个进吧 对不对 两个静态的一边 其实是在进行 切换 这切换他其实就加了一个动画吧 这个动画又是一个什么动画呢 Alpha动画加上一个 Secure 是吧 好OK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去实现 随机大小随机影射 是不是很容易实现 对吧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学了 对吧 那OK 这个目标随意感觉有点难吧 对吧 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他 他怎么去做到的 OK 这里就直接看结果了 你看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图 对这个图的话 他其实是做了一个事情 把这屏幕给 拆分了 这边拆成了20个格子 这边拆成了一个15个格子 那一共的话就是 300个格子吧 他所谓的一个随意的换 他其实不是随意的去换了 他是如何去换的呢 你看 这里有这个所以说12345678 也是他换的一个顺序 比如他手先去换视频吧 他肯定是从300格子里面干嘛呀 随机的 找到一个格子去换吧 换好了 对吧 然后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换 在视频之前是没有换过 没换过他就不用考虑控制了 控制是否成绩了 他就看一下他有没有超出屏幕就可以了 然后 判断他超出屏幕容不容量 我想判断这个控制到底有没有超出屏幕容不容量 非常紧张吧 是可以拿到他的左上角的 坐标 拿到他左上角的坐标可以拿到吧 左上角的坐标去加上他的一个宽度 宽度可以拿到吧 给他没说的 外面时就拿到宽度吧 他将他如果大于屏幕的 宽度说明就要超出了吧 对吧 OK 他去看 之前没有看过 就不用考虑层叠问题 没有超出屏幕 好 接下来 他就换到这里来了 好接着实施去换我们的定制书 定制书的话 他是第2个所有的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要去看看判断和知情换过的 哥们知情换过 视频 是要判断手心判断他和他有没有 成叠吧 好发现 没有成叠没有成叠 然后再判断有没有超出并界 没有超出并界吧 OK 那接着去换第3个 对的话我看第3个跑这里来吧 然后他就从剩下的298格子里面 随机的找一个格子 结果找到这里来了吧 找到这里来他会和琴的一和二 进行一下循环的判断吗 判断他是否 存叠吧 结果发现没有存叠 然后他就会看 是否超出 屏幕 结果发现 没有超出屏幕 对吧 OK 那接下来 4 5 6 7 都是这样的操作吧 比如我们正对7来说一下 他首先从剩下的294格子里面 找一个吧 找到之后 放在这里 然后他和琴的一到六个 空间看一下 有没有成叠 结果发现现在是 没有成叠吧 既然 他会看一个自身 有没有超出屏幕 你看 这个是 移动之后的结果 对吧 但是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斗地主说明就在这个位置 对的话 他发现他 超出了并界吧 他是我把给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再看有没有成叠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好 非常简单 OK 那说明这里面的话 就对用两个核心算法非常重要 第一个 判断是否超出屏幕 但这个又非常容易实现吧 对吧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判断 是否 成叠 对吧 好我们注意一下 OK 后面我们来讲下这个算法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们 再往下 飞起了 OK 好接下来 这两个 这里的动画 他这里 这个 这两个我们就说完了 对吧 那动态的动态的其实就是 两个界面在形形的切换 对吧 也就是他是不是有 肯定有两个界面了 一个是显示 一个是隐藏的 对吧 这个 上滑下滑切换可以用什么实现 这样 所以可以用这个手势 手势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手势可以轻轻比试往上滑 还是 往下滑吧 对吧 OK OK 所以实现的话 就比较简单 那么接着的话就去 把这几个类给他引入进来就可以了 好我们去把这个 开云库里面去找到 他和他 Country C 把他给揪进来 放到我们的 自并库下面 在这个地方 再给他搞一个包 叫 Flight 飞路飞出 好 OK 好 OK 好 OK 改一下 好对吧 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叫什么效果你要知道 就是什么效果 飞路 飞出吧 是吧 好你看 其实你随便到网上去搜 搜一下这个 安卓 飞入 飞出 那肯定有得告诉你 对你是打压了很多 好其实就是这个效果 随便去找一下就找到了 看一下这个 就是 他这个效果 对吧 他也有相关的一些分析 OK 那我们对的话去用一下这个 实用性不太强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几个文件 一个叫 Animation YouTube 他是干嘛的呢 来找一下 Animation YouTube 你把这个方法给他收起来 折叠起来 你看 方法折叠起来之后你就看到了 他就是穿进了一些啥呀 动画 展开一个看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动画 棋 动画棋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动画 一个是Alpha 一个就是 Score动画 对吧 好也就是创建了动画的固域列 好比较简单 好另外一个叫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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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生成随机固局 OK看他 继续的 Mufu 对吧 OK来看一下 这就是他说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随机的这个效果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固局了 你解释了 OKOK我们看一下 接着我们去也就是查看一下他的云码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是不是会去出手啊 他肯定会走 客户的方法吧 客户的方法是不是会走 赢利点 赢利点之后走他吧 走他他生成了一个随意数 你看这个方法比较重要 他说把这个屏幕给他画成多少个区域吧 默认是一乘一 那这个区域就是 一块 对吧 OK 那还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他会 创建一个集合 把已经 放过的 6给他保存起来 对吧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回收的 别管了 你看这个 就存败 已经确定位置了 6 你看 初始化 就走完了 也就是我们一溜他 他就会走 他吧 接下来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外部可能会去要找些办法 第一 他握着一个 格子 是不是一层一样 我们外面可以去修改他的格子 也就是要用这个方法 修改他的一个区域了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去设置他里面到底换啥 因为他是有微固 他里面到底换啥的话 他是用什么形式 给我们报告这个 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Adopter 我们设置这个Adopter 就可以告诉他 具体的数据了 你解了吧 他也就是这个 这个方法 我们一会也会用 OK 这块就差不多了 那么重点关系一下 他有个方法就可以了 在 你看一下 既然他是一个微固 所以他肯定会走他的 un 料的 在这个un料的里面 做的事情是啥呀 是不是就是去摆放他的孩子 摆放他的孩子 如何让他随机入局 对吧 因为这一块钱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难度就有点高了 我相信大家也不会看 这个我们就忽略了 OK 我也打断理看过一次 感觉如果去理解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 打断理可以看 但是我感觉没有必要 OK 这里我们开始提到一个双方 还记得那个双方 比较核心的 是什么双方 判断 两个 控制 是否 成为 我们看一下 这个算法 你把它当成一个公布的方法来 说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去做的 对于这边 我给大家搞了一个 图 对于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代码就非常容易了 OK 他在这里会有一个 Lelto Palmer 这个Lelto Palmer的话 就是即将 放入的 一个build Lelto Palmer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边举个例子 这个黑色的 就是已经放的位置了 已经放好了 那这红色是 马上打算放进去 说他会循环并力 假如这是 这黑的是第1个去放的 红的是第2个去放的 OK 第2个去放 是不是要看一下 和他有没有成别 那他是怎么去做的 他首先 这个Lelto Palmer 就是我们红色的Lelto Palmer 接下来 他去拿到他的左上右下 也就是红色 宽的 左上右下 可以拿到吧 这里有个禁句 不用管他 拿到他了 左上右下 OK 他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一个 创建的一个临时的一个举行 这个举行是临时的 还没啥用 OK 来往下看 接下来 他们去进行一个并力 并力并力谁呢 以及确定位置的view 可以离开 然后这红色的宽 是正好就被并力出来了 而这黑色的宽 所以在这里面并力出来了 因为这个黑色是已经穿过了吧 在这里就被并力出来了 好 你看 非常简单了 他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好 接下来 他去拿到黑色 框的什么 也是左上右下吧 好 然后干啥 这里有个临时举行 但这个临时举行的 左上右下 是不是还没有复制 接着他对临时举行的左上右下 进行复制 OK 我们来看一下 他如何复制 临时举行的左边 等于 红色宽和黑色宽的 左边的 什么字 最大值 OK 也就是 红色黑色宽的左边是 他吧 红色宽的左边是 他吧 最大值取到哪个边了 取到这个边了吧 是不是这个边 OK 取到这个大的边 OK 再看 对于拓骨的话 他也是取了红色边和黑色边的 拓骨的最大值吧 也是 黑色边是他 红色边是他 哪个更大呀 下面这边搭吧 对吧 拓骨是下面这边搭 因为云点在这里 OK 然后再看 right right他是取的 小值 黑色的 right是他 红色的right是他 是不是这个给小啊 那对于是取到这个边了吗 OK 同样的波特尔也是一样的 黑色边的波特尔是他 红色边的波特尔是他 取小值也是取到这条边啊 对 你看 这个举行 开始是没有左上右下 现在就有这个左上右下了 他接着他自己就判断 判断啥呢 判断我这个临时举行 如果右边大于左边 右边大于左边 你看 实施指的正好是右边 大于我们的 左边 或 并且并且 这个波特尔大于 破補 你看这个波特尔正好是大于 破補了 说白了就是能够构成一个有效的举行吧 这个举行是有效的吧 对 那就自然就干嘛 reper为 处 那是 承叠了 对吧 好很快就过一下不承叠的情况 你看 接下来取值 第1个取这个大子吧 实施大的话就是哪条并了 内部的是 这个了吧 好 左上 上也是大吧 也是 大的话就 这条并了吧 右 右 右也是 右就是小的吧 小的话就是 这条并了吧 好 波特尔 小是 这两边了吧 那这个时候取到左上以下 构式那个举行是 这样一个举行 那只是这个举行的一个 write 就不再是大于等于它的 类合了吧 你看我们只是 小用的类合 说白了说白了 这里是这个举行就是这种形式的 它去机型的判断就可以了 你觉得吧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双法 感觉还是 还是挺透过的 好 OK 让我们自己想的话 估计很难想到 所以说 这里的话 你就当成一个 这样一个 双法 去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确实如果你没有看到我这双法 让你去 理解这双法的话 还是比较难一些 OK 好 这个任务的料头就差不多看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这里的 是新的一个 类伏吧 那它是说 里面有两个随机物局 可以控制它进行的切换 也就是我们最终使用的其实是它 这个 是一个吧 它这里面装了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也我们最终使用它就可以了 你看 一进来就有两个吧 既然有两个是不是需要两个儿道特了 对吧 OK 两个儿道特 OK 你看 这里就定义了很多的动画呀 还有一个手势的识解器吧 OK 一进来它会走我们的 各种方法 走一例的 一例的会干嘛呢 哦 出属话 这个 出属话 听交道 里面去了吧 搞了一个首次的识别性 还创建了很多的 动画吧 对不对 OK 那我们如何去设置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工具现在是空的呀 我们要设置它数据就不设置了 它也有一个方法叫设置 儿道特 你看这个设置儿道特 我们传一个儿道特给它 它其实说白了会干嘛呢 它会去设置 翘子的儿道特 也是我们传一个儿道特给它 它会去 创建两个孩子的儿道特 分别给孩子了 对不对 好 也就是 我们外界调用的方法叫设置儿道特 就可以了 是第一个方法 OK 好 这里给大家调了 我们还可以设置它的一个 区域 我们说 开始我们在 水档的儿道特里面 是不是有可以设置区域的方法呀 你看它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方法 也是我调用它设置区域 它实际干的是啥呢 拿着它的两个孩子 把这个区域给 透传过去吧 是不是 OK 这是这个方法 我们女后也要调用 还有一个方法 叫这个方法 还可以进行一个 鼓鼓之间的一个 切换 OK 要解一下 这里的话就还有一个摇一摇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 你装到身体上你去摇一摇 它可以进行一个切换 这个摇一摇 首先这个姿势非常简单的一个姿势随便去搜 安卓 摇一摇 那肯定会别人会告诉你如何去摇一摇 但是我们的工具方法它封装了非常到位 或者你一会看一下我们使用起来就非常简单 但是你到网上去看的话 它就相对的 没有我们这个方便 你解释了吧 也就是以后你要用摇一摇 实行摇一摇的功能 你就从这里面揪出来就可以了 你解释了吧 好OK 整体的话就给大家分析和介绍一下 那我们去做 Match 也好 那么 他们去做 我们俩的心 我们在勇力